上轿卖 最好用最方便的塑胶袋 一个一块三个三块 走过路过不要冲锅 这是什么新产品吗 确实新方名的塑胶袋 超好用的啦 那我要买一个来试试看 昨天客人带了一群朋友 给我来个塑胶袋 由于塑胶袋太好用了 大家闪来闪去 小红帽的生意越来越好 但另一方面 有一天大野郎找上小红帽 你就是小红帽吧 我是 干嘛 请问有什么事吗 啊 大野郎一把拉着小红帽 并带小红帽到他家外面 你看你啦 做成的结果啦 你买的塑胶袋 全都可以来问他 你看 你买的塑胶袋 你要怎么处理啊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没有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 我告诉你 你不要在这里不设计 这次这是自己说的啦 后一次就不是说说而已啦 再来啦 再来啦 没有塑胶袋 那我应该卖死我呢 啊 实在好像不错了 小红帽加重 奶奶 我决定不卖塑胶袋了 怎么突然不卖的呢 因为塑胶袋会污染环境 所以我改卖只带 我超聪明 我笑死 小孩子的紫带因为制造很烦 程序就要繁琐 过程中造成的污染 其实比塑胶袋高出许多 且由于眼埋场多方缺乏 Sun Water Air 的药素 所以紫带分解的速度 并不一定会比塑胶袋来得快 如果你真的想保护环境 那你应该改卖环保袋 什么 紫带竟然比较不环保吗 原来我们一直都是错的 要做好环保之前 要了解什么才是真的环保 而不是浪潮 我知道了 我明天就开始做环保袋 并且宣导 紫带不一定的叫环保 小红帽 绿色小辈 环境永续 谢谢大家